新加坡發生疫指示婦輪常慘案 綜合外媒報道 事發週一晚上 住在做屋的19歲男人 兒童47歲的父親在家裡爭執 兒子在廚房拿刀出來 追著父親後頸背部狂斬 導致父親身亡 沉思家裡的走廊 據報兒子斬殺父親後留在現場 直到警方到場拘捕他 鄰居表示 死者貌似與家人的關係不太融洽 另外 相信是死者的女兒 就曾經在網上發文講述到 家裡不快的經歷 提到死者是會看罰兒子女 試過因為兒子 在家裡偷錢 以罰兒子下跪 並用碗敲打他的頭 截止家庭不算和睦